一 二 三 Happy Birthday T.I.G Happy Birthday T.I.G Happy Birthday to T.I.G Happy Birthday T.I.G 夏总 今天是T.I.G成立的两周年 这两年来 每次第一件事您到公司 就是打开游戏 我们相信您一定会回来的 希望您喜欢 我们为您准备的清洗 夏总 好 来 来吧 谢谢大家 虽然现在 还不是庆功的时候 但是我愿意为了大家 打开这瓶香槟 信任是无价的 我希望自己 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 天爱集生日快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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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爱集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是啊 你点开摩天轮的每一个包厢 都有一个纪念事件 制作起来很费时间的 怕你发现 我们四处打游击针 怎么样 喜欢吗 不喜欢 为什么 回我人设 其实你很感动是不是 怕我们大家都忘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 还一个人偷偷跑回公司 你啊 那张万年冰上脸 早就该换换了 其实呢 你不需要我做这些 你只要一直待在我的身边就好 邪云 夏总 邪云 夏总 你有没有发现 邪云这次回来都开窍了 那个场景真的做得好感人 我觉得他跟何经理谈了恋爱之后 整个人的情商有了质的飞跃 对对对 艾咪你喝多了啊 我没有喝多呀 我就是觉得何经理特别好 真的好的恋爱是人生的导师 能够散发出女人的魅力 你现在就很有魅力 对不对 好了 艾咪我给你去卫生间 你的妆好不好啊 你妆滑了 对啊 你口红都白了 好 你怎么怎么办 邪云你啊 知道你的下一任 真的应该好好地感谢何经理 邪云我跟你说 你的下一任 要好好感谢何经理 所以你告诉大家的 都是你跟何玉是合并分手 对吗 我还没来得及和他们细说呢 我还没来得及和他们细说呢 所以你也没有打算告诉大家 我们在谈恋爱是吗 我是这样想的 职场恋情是敏感的 我如果告诉伊和艾咪他们 那肯定全公司都知道了 俗话说得好 兄弟死得快嘛 咱们低调一点才能长长久久嘛 而且你是什么身份啊 你愿意让你的员工每天都在背后 谈论你的私生活呀 再说了 万一哪一天我们俩分手了 你还想跟我分手 没有没有没有 我我就是打个比分 我跟你五秒钟 把你这个想法从脑子去删除了 嗯 我 喂 小沁云 江湖旧级啊 你再给我叫一个试试 夏克 不是 你们俩这么晚还在一块儿 进展也太快了吧 你还知道时间这么晚了 以后这么晚的时候 不许给我女朋友打电话 你也有意 好了 你们别闹了 你找我什么事啊 本来呢 我是想找你帮忙 但是介于你男朋友 这么介意 我这个时间给你打电话 那我决定 明天替你吃饭 咱们慢慢聊 她没空 刑云 我真的有事要找你帮忙 你看我之前 你把地址发给我吧 拜拜 你还真要跟她吃饭是吗 你还真要跟她吃饭是吗 她都说了有事找我帮忙嘛 再说她之前确实也帮过我 帮你什么 帮你假装情侣 记我什么